这刮早刀的效果也太神奇了吧 今天就数着两个刮早刀 看这包装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标志 蝙蝠 多酷呀 一共搞了两个 产品名称 带有PRO的标志 就是属于大号的 其次是中号的 现在咱们来开包装 看一下实物如何 这盖子不错 上面还有温馨提示 后面就是使用说明的 这里面还附带了三个不修钢刀片 大家在使用刮早刀之前 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别让上面自带的刀片给伤到自己 还有就是一定要拿稳 这货吸力太强 得再夹着手 这一旦吸到一起 就跟我这样 坏事了 我是费了吃奶的劲 手都摆抖了 弄是没给它掰开 最后好不容易给它这么旋转的掰开了 走着 现在咱们去试验一下 看看好不好用 这口金鱼缸 已经抱到差不多十多天了 缸壁上长满了厚厚的穷苔 正好接这个机会 咱们来试验一下 首先把带刀片的一半 放入缸中 右手固定 然后把另一半 慢慢地靠近让它吸上 后来 现在差不多了 好不好用 咱们来试验一下就行了 然后拽住 这么轻轻的一刮 嘿我去 这效果也太好了吧 不用费力 就这么轻轻的 给来回导致几下 钢壁上顽固的穷苔 就被擦得一干二净 固定好手机 直接来上这么一波 爆步式穷苔 短短十几秒 干净又轻松 如果说蓝瘦钢的钢壁有点薄 那咱们就去看看金龙钢 咱们的龙钢上 也是长了很多的小穷苔 用这种小型的钢擦 你来来回回擦好几次 为了节省时间 方便操作 咱们的蝙蝠刮的刀 必须上线操作一波 看见没 这效果 力竿兼勇 顽固的穷苔 被收拾得一干二净 而咱们这口 鱿鲁钢上面的附着物 已经非常的厚实了 普通的鱼钢擦 擦了好几次都操不干净 从另一面看 效果直接不是很大 现在换上咱们的蝙蝠刮的刀 嘿呦呜 就是这么丝滑 看见没 这些白色的附着物 一层层的掉了 这效果 简直不敢相信 真是太好了 如果你们认为 之前的鱼钢壁 还是太薄 那就直接让咱们的 两米打钢 这个鱼钢的玻璃 估计是95%的家庭 都没有塌得厚 没想到这挂倒刀 就让连锥上面的水沟 都给穷里干净了 这效果 就是推骨拉瘦 力竿尖影 比平时咱们用的 这种鱼钢擦 好了不是一举半点 钢壁擦干净了 看这里面的鲸鱼 就觉得舒服多了